如果你假設說有三個按鈕 那我們之前的邏輯就是要按三下 變成說一、二、三 有點麻煩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希望說 你只要把它按一下 就可以三個同時執行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呢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講一下 另外在獨立寫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三合一 等於是三個一起 那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說 一樣這個變成要自己寫了 所以前面都錄著 接下來就自己寫 可是自己寫會很難 其實也不會 邏輯跟前面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寫一個程式 比如那個程式叫什麼 叫三合一好了 然後其實邏輯一樣 反正就是類似長這樣 sub跟andsub 只是把中間的名稱改成三合一 寫的方法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在上面寫好了 上面這個空白 多按個幾下enter 然後你就打一個 開頭一定要是sub 所以你就打一個sub 那大寫小寫無所謂 它大寫小寫是四為一樣的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給它取個名稱 叫什麼 叫三合一 不是咖啡 反正就是三合一 這樣名稱比較好記 意思就是三個一起 然後enter一下 你就打一個sub 然後三合一 其實後面有個刮符 跟entersub 其實你不用打 為什麼 你按enter它會自己幫你加 有沒有發現 enter它自己會幫你加 所以你只要記一下 我要寫一個sub 名稱就是這個 然後enter之後的話 這個東西會自動補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VBA 還蠻人性化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讓它去一次要執行這個 執行這個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記得一個關鍵字 我習慣按個TAB TAB鍵就讓它縮排 換到下一階 那你要記得呢 加一個名稱叫Call Call的話就呼叫的意思 比如說呢 我希望去幫我呼叫什麼呢 先幫我呼叫系所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幫我呼叫什麼 年級 再呼叫學 那這樣就會三合一了 所以你可以怎樣 我偷懶一下 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再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分別再把什麼 把那個年級怎麼樣 再把它複製到這邊 再把學碩士 複製到這邊 把它改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記得Call的中間 要加個空白 不然如果沒有加空白 會是錯的 加個空白 它前面變大顯 這樣就對了 那這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會幫你直接去執行 這個 執行完之後再執行這一個 再執行這一個 那不就三合一了嗎 OK 我們來試試看 先把它清掉 清除 然後三合一的話 就執行 有沒有 一次就OK了 那因為太快了 其實如果假設 理論上應該是要慢一點 你可以按F8 F8按一下 它跳一下 它Call的話會怎麼Call呢 跳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執行這一段 然後在Call的話 再跳進去 有沒有 然後再跳進去 有沒有 所以有點像是它就一個一個幫你跑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有不只一個欄位 你就不要說一次一次慢慢 笨笨的慢慢慢慢按 這樣有點沒效率 你就三合一 這樣就OK 其實關鍵字喔 就是加一個Call 應該蠻好理解的吧 那所以以後喔 你工作上為什麼有人喔 我發現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上班族很聰明耶 他就把所有工作流程都寫好了 然後Call 就把一個早上的所有的事情喔 全部串成一個按鈕 它按下去呢 它本來要做一個早上的事情喔 瞬間就完成 只要一秒鐘 就等於一個早上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早上它要幹嘛 有些之前我就問說那個 萌伯 那你要幹嘛 不是說做完了 所以接下來他就講說 那我就變薪水小偷了 我剛才也不太懂什麼叫薪水小偷 OK 那可是問題你做完了 那你怎麼辦 他跟我講一個 他說他就裝忙嘛 裝忙怎麼裝 反正很會裝 反正就是盡量就是 或者是說有一些人比較積極 他就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然後甚至有的人呢 就開始練功了啦 反正把那個程式學到很厲害 然後就想說可以跳槽喔 可以找更薪水更高的工作啦 我覺得也何樂不為喔 反正你是有選擇權的 所以將來如果在工作上 你希望有選擇權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不要被選擇 比如說有人就是一直找工作找不到 為什麼一直找工作找不到 因為你是在被挑嘛 因為你條件不夠好 所以你被挑人家不想用你 或者甚至用了你就覺得不好 把你踢掉 OK 那為什麼你人家來 因為你夠強嘛 所以所有東西都會的話 而且很快 自然呢 你說老闆會喜歡哪一種人 最好是馬上可以做完的人 會寫點程式喔 好 所以請各位再寫一個 三合一的程式 OK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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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